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罗斯呢跟乌克兰 那俄乌呢这两个就说现在在战争边缘 或者乌克兰的内部呢一直都在内战状态里面 那俄乌关系紧张可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呢 都会都会说我们没有要打仗啊 俄罗斯我我哪里有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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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侵乌克兰 你美国不要乱讲 可是你看美国也好或者跟在美国后面的英国 或者是跟在英国后面的澳洲就就就是每一天 那那众口塑精啊三人成成虎啊三人成恶啊三国成恶 就说你俄罗斯就是准备虽然不是十六号 不是十六号呢也也可能是二十六号我管你管你几号 总是你就是准备要入侵乌克兰而且目标就基辅 那你就会看到呢 嗯乌克兰乌克兰就作为呢西方国家呢都不断的说呢乌克兰即将要被入侵 那俄罗斯总统呢普丁呢想要想要呢回复呢俄罗斯往日的荣光 那想要把呢乌克兰呢再重新的收归己有 好的乌克兰的总统呢这个呃喜剧员出身的这个泽伦斯基呢 泽伦斯基呢也一再说没有没有你美国不要乱讲把大家搞得紧张兮兮的 二月十六号那一天呢 泽伦斯基呢说那一天呢原来原来是拜登已经公开的嚷嚷嚷过的那一天呢就就是俄罗斯呢即将入侵乌克兰的日子 是入侵纪念日 可是呢泽伦斯基呢那时候讲不这一天呢不是什么入侵日这一天呢是乌克兰团结日 听得也也也是也是精神抖手啊你特别是那种的你知道 喜剧也喜剧演员啊 喜剧演员喜剧要演得好就像是你看到的卓别林也好你看到老来与哈台 这些很知名的喜喜剧演员或者是豆豆先生 其实很强大的喜剧的喜剧的底层 他有一种有一种一种似笑非笑或者苦中作乐的苦楚在在里头让你感觉到的那个那个潜台词 那个呢在心里面的内心世界的那个旁白那个那个是呢喜喜剧的比较比较到到位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那这个乌克兰的喜剧演员的总统那天呢 二月十六号是乌克兰团结日 希望大家的都团结在一起乌克兰团结在一起 大家都不要走 大家都不要走啊 这这这这这这句话现在是是 民民进党专家 大家都不要走 好 那意思说我们要团结在在一起 不用怕 那乌克兰呢 没有事的 可是其实就在 呃 当全世界的都在关注乌克兰的时候呢 乌克兰的媒体的媒体就乌克兰自己的媒体就就披露啊 在美方呢 释放出呢 二月十六号的入侵日即将到来之前就有大约一百名的一百名的乌克兰的富豪 乌克兰的乌克兰的大概大概大概前五十大企业好像现在只剩下一两个老老板还在乌乌克兰其他都已经跑了 然后连乌克兰乌克兰的国会议员都跑了二三十个了 这还是二月十六号的时候现在还有没有跑跑更多我估计会了因为当有人跑这就就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 呃 这种真正正就然后常开玩笑讲的东窗事发速逃哇他一哄而散就不不知道是讲谁就突然跑了 好那呃 这些人的不管是政治人物也好 或者或者这个呃近百名的富豪都紧急的飞到国外 光是二月十三号一天 离开乌克兰的包机跟私人飞机呢就多达二十架 这是包机啊 跟私人飞机就多达二十架 乌克兰总统呢这个的泽林斯基呢也公开说呢希望这些人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回到乌克兰 跟人民的共同应对的安全 危机 好 那 泽林斯基 你看起来也还是很 很笃定的 他 这两天的时间他要离开基辅 那到德国呢去开 慕尼黑会议 慕尼黑会议是一个欧洲体系的安全会议啦 那美国呢今年呢派了派了这个 副总统 贺锦丽 去参加这个就慕尼黑会议 那这些今年的慕尼黑会议的重点啊当然当然是当然是乌克兰情势 往年呢俄罗斯多半也都会参与但今天俄罗斯就缺席了 那乌克兰乌克兰总统贼林斯基说去 美国再三劝他就说你不要离开基辅啊 你离开基辅的时候呢乌克兰 乌克兰情势很难把握你不要离开呀但是的贼林斯基说不 我要我去 贼林斯基大概也还是会的到了到德国去 换句话说美国一边的一边释放出说呢 俄罗斯呢 俄罗斯军队即将要进城了而且会用大规模的轰炸会轰炸的基辅 所以像美国拉这这些国家呢都已经把大使馆撤了 就撤离开基辅撤到别的别的地方去 甚至于呢乌克兰的东西两线了都开始安排难民 乌克兰的乌克兰的西边那是波兰 在波兰这这边呢 那欧盟呢也也开始呢做一些呢 预防难民的部署怕有很多呢乌克兰人 因为乌克兰现在就分两块 一块的比较轻恶 另外一块呢比较比较的 清西方 好那因此的 一旦的发生战争的时候呢 难民的是往两边跑的轻恶的呢 会往会往俄罗斯的方向跑 所以俄罗斯呢 在他的东 在乌克兰的东线这边 俄罗斯呢也开始呢接接收难民 就乌东的难民 尤其乌东的两个省 最近的跟 跟乌克兰政府军的交战的比较激烈一点 所以也开始有难民的在往在往这边动 所以俄罗斯呢也针对乌东的民民众 也发 也发钱发旧基金 有难民进来的时候呢 也也设 难民营 那准备呢去接待这些难民 俄罗斯这国家你算说他好像 好像很独裁很集权了 不过他接受难民的经验的还蛮丰富的 好但是 在另外这边的也会有一些的乌克兰的 比如说从基辅跑出来的大概大部分都都会往往往西边跑 那会到波兰 所以东西的两线 不同政治立场的难民的有可能往两边跑 好但是呢当你看到呢 看到美国的连 连泽恩斯基的要这个时候要离开基辅 都很紧张 你不要你不要走 你要真的地方的要稳定乌星 稳稳定了乌克兰的人心 可是泽恩斯基的就还要去的德德国不远吗 隔个波兰就到德国你到底紧张什么东西吗 好那他还是要去 我真的有有趣的还不在这 真的有有趣是今天 今天有一条新闻就说虽然 虽然2月16号是团结日 虽然呢 泽恩斯基的都都说都呼吁了这些跑出去的国会议员 你们不要找些理由啦出去访问啦 去探亲啦 去干什么 然后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呢 觉得 觉得状况不好的 先先先散在说 那或者这些富豪搭着私人飞机一个跑 你们你们先回来 你们回来说的乌克兰的情势呢 才会稳定啊 乌克兰经济已经这么烂 乌克兰现在的人均所的一些全欧洲最烂的了 比他还好一点点的呢 是那个的根本的国不成国的 摩 那叫 摩达维亚 摩达维亚可能很多人 连他在哪里都都不知道 他在 他在罗罗马尼亚 那靠靠近俄罗斯的这边的这边边上而已 好那他也是一个 在在过去 有很长时间 大家把他当作是俄罗斯的另外的一个 一个管管辖区 好那不管是乌克兰也好 摩达维亚也好 那特别是乌克兰 那因为这几年的时间的战乱 他的他的经济已经无从要求 因此富豪的出走对于 对于 乌克兰伤害是很大 你看乌克兰的前任主总统 也 也是个商商人啊 那 在布罗森森科布罗森科的之所以当总统 他是卖巧克力 他的他的巧克力呢是卖俄罗斯 卖的非常好的 是个巧克力的商人 呃之后的这个也演员就觉得 这乌克兰这个国家 啊 但我我不是商人不可以当当总统 我也不说习习习业员不可以当总统 那你就觉得当一个国家非常的 非常动荡非常混乱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些给人家感觉 是有某种稳定力量的人在那位置上面的时候呢 但乌克兰 他所选出来的经常都都是让乌克兰人民觉得所托非人 可是这两天的时间更妙的是 传出 传出 连你爸爸连你家人你都叫他赶赶赶赶快跑你讲一套做一套 那乌克兰怎么可能不人心惶惶呢 好那我的我讲的重点是 在台湾的朋友们 你一定会听到很多的团结 勇敢 我们 不怕 台海 不紧张 不危险 那我们都随时监控我不是说你要你要怕 我只说你要非常小小心政治人物呢对你的那种的承诺 对你的三盟海事 今天我拿我拿扫把都给你拼了 你认为泽林斯基在讲说今天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所有所有到外面的赶快回来 那个味道不一样吗 可是最后呢 最后呢 你看到这些今天的诉求团结的人 其实当他有有钱他有能力的时候 他跑得比兔子还快 因此 今天真正要 要为乌克兰好的 真正要为要为台湾好的 你你必须要要 要有一个更大的格局跟跟承担 在一个更高的架构上面 去处理了现在已经深埋的风险跟危机 而不是出一张嘴 用那种的 口慧而时不至不负责任的方式的那种的腔调想去安抚人心 只要像是出现这种就是说表面上叫大家要团结但是私底下的都准备要开溜的讯息 在在地球上面的每一个国家都发生过 我说过了美国的 当美国的盟友有有一个好处 当他的盟友 他的领导人 在国家败亡的那一刻 他一定不会死在那个国家里面 他一定会逃走的 每一个都一样 就像是阿富汗的总统现在在哪里 当然是在美国继续当他的富豪啊 你担心什么呢 所以当你当你知道今天 台湾或者乌克兰的情势都一样 如果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泽连斯基会有事吗 不会呀 他都已经叫他爸爸快跑了 那 谁会有事呢 是那些难民 进广告回头聊 另外 我今天不太有时间啦 待会儿待会儿九九点半钟的时候呢 我们我们我们可以再深度的分析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乌克兰跟台湾之间的是联动的 为什么周末的时间的 连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的都会觉得 如果乌克兰发生战争的时候呢 太太平洋西岸 一定会会有事 那那个那个会有事 指的一定是 当然是台湾啦 就是 如果说今天 今天 俄乌之间的 的战争爆发了 那接下去呢 更麻烦的呢 可能是在台海 而美国方面的也释放出讯息 就是说台湾比乌克兰重要多了 你看了周末的时间 包括了包道格讲话 这些讲话呢 都是说两岸 你们你们你们要谈啦 你们不要不谈 都都以为好像呢 就只是贪在那个地方的 等美国保护 美国呢 美国美国现在的情况的有一点有点进入到了 二战状态 二战状态 美国美国是东西两线的同时开战 东西两线同时开战 那二战对美国的最大的 最大的最大的影响就说 我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是可以同时 在欧洲 在亚洲 同时打败两个呢 超强的敌人 打败德国 打败日本 美国美军是有能力东西两线同时开战 呃 美国现在 显然想要 重温一下 那 100年前的这个这个时候呢 第1次世界大战呢 才刚结束 这个时候呢 二战的正在能慢慢的酝酿升温当中 美国现在颇有那样的味道啦 那现在 台湾人可能比较难去理解 为什么乌克兰有事之后的台湾可能就有事 待会 九点半钟啊 如果如果有 时间我周末大概做了一些的 做了一些 一些整理跟 跟准备 待会在 在聊 我们回头呢看 东奥好了 今天的媒体 当你 你看 你看不同的媒体啊 那个感觉会 会会差很多 那这是中国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是我过去服务的报纸 中国这这两个字 对我影响是很大的 除了除了是我的情感认同之外 我在我在在这报社里面的奉献了我的青春 好那 中国时报的头版的标题呢 巴赫巴赫是谁 巴赫就 就是国际奥会的主席 巴赫说这是五与伦比的冬奥会 因为昨天冬季奥运的落幕啊 接下去还有 冬冬季的残奥会 好那北 北京的北京的冬奥呢 我说北京冬奥是在一个很复杂的情况下面开始 是在有疫情的情况下举办 是在有美国抵制的情况之下举办 是在 俄罗斯呢 随随时有可能的对乌克兰开战美国 每天在放话 在吸引了国际的眼球 吸引国际媒体的版面跟注意力的情况之下 开幕 是在一个 其实 其实呢 降雪的情况呢 不符合 冬奥主办城市的期待的情况下面办的冬奥会 因为有这些的特殊的条件冬奥的冬奥办而且 我老实讲 你如果愿意把你的心稍微沉淀一下 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把冬奥办到这样 那真的是办得超好 我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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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场简单讲就是 幸好2022年的冬奥主办城市是北京 如果不是北京 如果冬奥的主办城市是东京 或是哪一个城市呢 快就完了 他一定的类的 他一定压压屋的 你现在固然听到有一些的有一些的选 选手 反正冬奥已经结束了 有一些的选手本身的意识形态的导向 或者有一些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 得了便宜还卖 出来呢 就是 呃 冬奥结束了之后呢 还要还要还要出来凑一下 觉得觉得觉得说啊这个 冬奥的冬奥的食物不好吃 我告诉你 历届的奥运会 你绝对你绝对不会不会听到呢所有的选手都说哇这届的这届的这个这个这个餐饮的办得非常低运动员的餐食 本来就个别的要求的差异性就很大 那为了为了避免就是说的运动员本身每个运动员的对自己吃的东西呢大部分都 都很计较 所以呢那个食物通常都不是平常我们可以大块朵一衰随便吃喝的食物 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 所以 你看到这个古爱玲的古爱玲被拍到他在他在他的吃包子他在吃什么都东西的时候 那 呃或者他在他在吃水饺的时候他说 全吃完了 他就很开心了就觉得 那在一个运动选选手运动选手的就是 他基本上面都一定是一个吃剥粉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量子吃 所以看到别人吃的时候呢 除了看着流流口水就就很很开心啊 好的 除了除了食物以外 其他奥运村里面他基于防疫他会很很多的管制 那你会你会听到偶尔你会进来这选手的抱怨 可坦白讲当 顺顺利利的把 把冬奥的办完了之后 我说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幸好今年 在8年之前 是北京取得了2022年的冬奥的主办权 那你说 那如果那年不是北京拿拿到那如果是其他城市拿到难道会比较差吗 你你知道你知道2014年在争取2022年的冬奥主办权的城市说最后还剩下哪一些的国家跟城市吗 最后只剩下 北京 跟 哈萨克 那 如果你说 那 哈萨克也可以啊 哈萨克最近说最近不是刚 刚刚刚刚爆发的动乱吗 你想如果是哈萨克争取到主办的话现在 你连你连能不能够办都都不知道呢 还不只是疫情而已 所以我说幸好是北京了 那这次的这次的冬奥 那基本上面 嗯平安风光落落幕 就讲牌来讲中国的最后拿到讲牌数 也也很好看啊第3名 九面的金牌刚好呢比美国多一面 把夏季奥运的输美国一面平衡掉了 就是 就是 夏澳跟冬奥加加加加起来中美两国的金牌数平手 大家都一样 那第一名是挪威不意外 第二名是德国 我说就是说 呃 挪威呀 德国就就是 斯康帝纳维亚国 国家的基本上面 在温寒带的地区比较有表现 你看欧洲国家里面的即使像法国英国 就不怎么样 特别是英英国 好那 这次的 这次的冬奥 顺利的落幕 但是留下来的呢 台湾方面来讲的反而是那个叫 黄玉婷的 昨天冬奥闭幕式的时候 开幕式我们只有两个选选手去拿起 而且 臭一张脸 就绝对不能笑 昨天剩一个 那其他的呢 黄玉婷甚至准备要被 被处分